星期二 澳洲太空司令部正式啟動運作 澳洲國防部長達頓表示 這個新組建的軍事部門 將與美國等盟友一起 對抗來自中共和俄羅斯的太空威脅 太空司令部負責人空軍少將羅伯茲明確指出 中共和俄羅斯的太空活動 令澳洲非常擔心 特別是中共已經證明 它有能力攻擊衛星 令它脫離同步軌道 這意味著中共有能力輕易摧毀澳洲的國家寬大網絡 因此澳洲必須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太空資產